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三奈米制成节点,在2022年中完成技术研发和初步试产后,第三季度下学的产能就获得了大幅度攀升,L3工艺正式进入量产阶段。 不过最终由于各种原因,一直由于市场需求原因而推迟,传言英特尔延后了订单,而苹果相对于现有的N3工艺节点,更倾向于N3E节点。 按照台积电的计划,从2022年至2025年,将陆续推出N3、N3E、N3P、N3X等制成,后续还会有优化后的N3S制成,可涵盖智慧型手机、物联网、车用晶片、高效能运算、HPC等不同平台的使用需求。 台积电在3奈米制成节点仍使用其实场效应电晶体FinFET,不过可以使用FinFlex技术,扩展了工艺的效能、功率和密度范围,允许晶片设计人员使用相同的设计工具集,为同一晶片上的每个关键功能块选择最佳选项,进一步提升功率、效能、面积及PPA。 每一次进入新的制成节点,大家都希望能够提升效能、降低功耗并增加点晶体密度。 尽管逻辑电路方面在新的工艺技术中有着很好的提升,但S-RAM方面则一直落后,而台积电最新的3奈米制成节点甚至出现了停滞。 根据WikiChimp的一份报告,台积电的S-RAM萎缩速度已经大大放缓。 这对于未来的CPU、GPU和SoC来说,这是一个主要问题。 由于S-RAM单元区域微缩缓慢,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。 当台积电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推出奇N3制造技术时,它表示与其5奈米及N5接点工艺相比。 台积电曾表示,如果将N3和N5工艺放在一起做比较,相同功耗和复杂程度,前者预计会带来10%至15%的效能提升,相同频率和电晶体数量下,或者降低25%至30%的功耗。 同时,会将逻辑密度提高约1.6倍。 N3E是台积电第二代3奈米工艺,相比N5的效能提升幅度大概为18%或者降低34%的功耗,逻辑密度提高约1.7倍。 但它没有透露的是,与N5相比,新技术的SRAM单元几乎无法微缩。 根据WikiChimp的说法,从近日举办的国际电子设备会议IEDM2022上发表的台积电论文中获得了讯息。 台积电的N3具有0.0199平方微米的SRAM为单元大小,与N5的0.021平方微米的SRAM为单元相比仅缩小了约5%。 改机后的N3E变得更糟,因为它配备了0.021平方微米SRAM为单元,大致转换为每平方毫米31.8Mbps,这意味着与N5相比根本没有缩放。 同时,英特尔最初称为7nm EUV的Intel 4工艺,将SRAM为单元尺寸从以前称为10nm Enhanced SuperFin的Intel 7节点的0.0312平方微米,减小到0.024平方微米,大致转换为每平方毫米27.8Mbps,这有点落后于台积电的HD SRAM密度。 此外,Wikichip还回顾了IMEC的一次演示。 该演示文稿显示,在带有X型电晶体的超过2nm节点上,SRAM密度约为每平方毫米60Mbps。 不过,这种工艺技术还需要数年时间,从现在到那时,晶片设计人员将不得不开发英特尔和台积电宣传的SRAM密度的处理器,尽管Intel 4不太可能被英特尔以外的任何人使用。 无论是台积电也好,英特尔也罢,这些现象都是个严重的坏消息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虽然N3B和N3E据说都提供了1.6倍和1.7倍的晶片级电晶体缩放, 但SRAM的1倍和1.05倍缩放是灾难性的。 现在,Wikichip仍然预计台积电会在某个时候为N3推出更密集的SRAM未单元变体, 也确实希望将来看到SRAM的某种程度的萎缩,但旧的SRAM萎缩规律似乎已经死了。 假设在N16节点上有一个110个电晶体晶片, 其中40%是SRAM,60%是逻辑电晶体。 忽略实际限制和类比物理等等,这样一个假设的晶片, 其晶片面积约为255平方毫米, 其中45平方毫米或17.6%为SRAM。 将完全相同的晶片缩小到N5节点, 将产生一个56平方毫米的晶片, 其中12.58平方毫米或占22.5%的晶片面积的SRAM。 将晶片进一步缩小到N3将产生一个44平方毫米的晶片, SRAM的面积依然是12.58平方毫米, 这将占据晶片面积的近30%。 当然,影响不会全面感受到。 晶片上的SRAM和快取百分比因目标市场和整体能力而已。 然而,对于一些人工智慧硬体初创公司来说, 其架构要求SRAM覆盖晶片的很大一部分, 这些工程师将比其他工程师更快地遇到更多的挑战。 现代CPU、GPU和SoC在处理数据时将SRAM用于各种快取, 并且从记忆体中获取数据的效率极低, 尤其是对于各种人工智慧AI和机器学习ML工作负载。 但如今,即使是智慧手机的通用处理器, 绘图晶片和应用处理器也携带着巨大的快取, AMD的Ryzen 97950X总共携带81M的快取, 而挥达的AD102至少使用123M的SRAM, 用于挥达公开披露的各种快取规格。 展望未来,对快取SRAM的需求只会增加, 但对于少数产品采用的N3节点, 未来主流需求的N3E节点, 这就无法减少SRAM占用的晶片面积, 也无法降低与N5相比的新节点的更高成本。 从本质上讲, 这意味着高效能处理器的晶片尺寸将会增加, 因此它们的成本也会增加。 同时,与逻辑单元一样, SRAM单元也容易出现缺陷。 在某种程度上, 晶片设计人员将能够通过N3的FinFlex创新, 在一个模块中混合和匹配不同类型的FinFET, 以优化其效能、功率或命迹来缓解较大的SRAM单元。 但在这一点上, 人们只能猜测这将带来什么样的成果。 从成本角度来看, 减缓SRAM面积微缩速度的方法之一是采用多晶片设计, 并将较大的快取分解到更便宜的节点上的独立晶片中。 这是AMD在其3D V-Cache中所做的事情, 尽管原因越有不同。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替代记忆体技术, 如ED RAM或FERAM作为快取, 尽管后者有自己的特点。 无论如何, 在3奈米使用基于FinFET的节点, 减缓SRAM缩放速度, 似乎是未来几年晶片设计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。 台积电计划推出其密度优化的N3S工艺技术与N5相比, 该技术有望缩小SRAM贵单元的尺寸, 或许表现会更好一些, 预计推出的时间是2024年。 这是否会为AMD、苹果、 徽达和高通等公司设计的晶片提供足够的逻辑效能, 还不得而知。 但如果想有更大突破, 就要等未来的2奈米制成节点, 也就是说还要等上几年的时间, 一切或许能有较大的改变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, 最后请你点赞、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